新北市湖州在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火警意外 一名24岁的女子受困 拨打电话到119 救护人员用电话来指导她逃生 后续警骚到厂将火势给扑灭 不过却在八楼扎盖处找到了这名女子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经过抢救之后捡回一命 目前人还在医院观察 而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理情